美國總統特朗普星期三在推特上 貶低了美國情報機構針對伊斯蘭國組織、北韓和伊朗的評估 此舉似乎重新研點了他與這些情報機構之間的長期不和 在一系列推文中 特朗普宣稱將會對關鍵的改進負責 同時指責他的情報部門負責人極其被動和天真 特朗普總統在推文說 當我成為總統時,伊斯蘭國組織在敘利亞已經失控 他們非常猖獗,從那時之後就取得巨大進展 特別是在過去五個星期內 哈利發將會很快被摧毀 這是兩年前難以想像的 在那裏與平壤方面接觸時所作的努力 特朗普總統表示 美國與北韓關係是有史以來最好的 這是實現無核化的良機 伊朗問題上,他表示情報官員錯了 他還補充他們的這種智商可能需要重返校園 在特朗普發表推文的風暴前一天 他的國家情報總監以及包括中央情報局、聯邦調查局 和美國國家安全局在內的其他五個主要情報機構的負責人 向美國國會議員提交了年度全球威脅評估報告 與特朗普總統的推文和其他之前的公開聲明相比 情報官員所反映出的情況是嚴峻的 他們警告說美國正面臨有毒混合物的威脅 加至美國全球影響力的減弱 可能會使到他的主要競爭對手中國和俄羅斯有機可乘 MING PAO TORONS